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直击的是 在淡水新市镇又发生了一辆千万超跑 Lamborghini出状况了 这些年徐姓男子他声称以五万元租车 开着超跑来到淡水要找朋友 却疑似呢过弯车速过快 整个大失控先撞坏护栏 接后车子呢是开进了田里 驾驶还一度受困 最后呢只能很从车窗爬出来 非常的狼狈 看一辆苹果绿的千万跑车蓝宝尖尼 光是停在路边就够吸引人的 不过这回更让人想多看两眼的是 这辆跑车居然开着开着 摔进了田边 时间回到傍晚五点多 徐姓男子驾驶的蓝宝尖尼 就在淡水新市镇高速过弯 却疑似失控 这辆跑车撞坏了边坡护栏 差点要开进田中央 驾驶一度受困 就只能打开驾驶座 从车窗爬出来 模样相当狼狈 他来这边绕好几圈了 绕好几圈 绕大概三圈 驾驶公称一万元租车 是来淡水找朋友的 所以因为过弯不注意才会失控 不过淡水新市镇 不是第一起蓝宝尖尼 出状况 一人观月除乃 搭着富商夜帽红的蓝宝尖尼 到淡水兜风 所以因为天雨路滑 跑车变成了火烧车 千万瞬间变成废铁 这会同样发生事故的 在淡水新市镇附近 男子深圳以万元租车 却把车开进了田里 不知道赔偿毁坏的公物 超跑维修费用 恐怕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新闻市报道